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每天单独会主 与神面对面的时刻 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三十二节到四十五节 第三次预言受难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前头走 门徒就稀奇 跟从的人也害怕 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 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 说 看哪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 鞭打他 杀害他 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约翰进前来 对耶稣说 父子 我们无论求你什么 愿你给我们做 耶稣说 要我给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 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喜 你们能受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喜 你们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恼怒雅各约翰 耶稣叫他们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 有尊为君王的 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 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这一路上 跟随耶稣的人 形形色色 大家都带着不同的目的 有的是想要吃饼得饱 有的是想要利用 耶稣推翻罗马的政权 有的是要得永生 有的是要求权 有的是要求利 有的是要求医治 有的是要求神机 有的甚至要试探耶稣 要陷害耶稣 在跟随耶稣的这个队伍的人们当中 内心充斥着复杂的情绪 有的是非常稀奇耶稣的教训 有的非常的害怕 也有的充满对耶稣的仇恨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耶稣依然把十字架的路程 告诉所有的人 挑战大家 是不是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表面上的跟从 而是内心真正的跟随 我们今天看耶稣第三次的预言受难 看人们时如何的心态 以及耶稣透过第三次 要教导门徒们什么样的真理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耶稣预言受难三十二到三十四节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前途走 门徒就稀奇 跟从的人也害怕 耶稣又叫过十二门徒来 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 看哪 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要被交给祭祀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堵吐沫在他脸上 鞭打他 杀害他 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 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受苦受难 三次表明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并且是完全的数字 三也是经常用于上帝 耶稣三次强调 他受难的事情是要告诉门徒 让他们明白 耶稣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可是门徒也不敢问 不明白 就选择不去关注 就当作没有听见 他们内心其实还是有自己的打算 耶稣说的 他们已经根本不关心了 他们只关心耶稣在这次进耶路撒冷轰动性很大 并且看这样的驱使 耶稣是要当王了 因此门徒在这个时候 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关于耶稣的教导 他们只关注他们的所关注的钱和权 第二点我们看门徒求全 35到37节 在别的经文中我们看到 雅各和约翰是让自己的母亲 向耶稣求 马太福音20章20到21节 那是西皮泰的儿子的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你要什么呢 他说愿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因为前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这个时候门徒也不敢向耶稣求什么 但是门徒暗中在争论谁为大 也被耶稣责备 因此他们内心的欲望一直被压抑着 并且同辈跟从耶稣说话 也不好意思再说 有什么想求的也不敢开口 因此雅各和约翰就使出了一招 就是让自己的母亲过来 向耶稣求 并且长辈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吧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拉拢关系 用拉拢关系的方式 想获得优先权 并且雅各和约翰的母亲 跟耶稣是亲戚 并且又是长辈 从这些方面来看 耶稣一定会答应他们所求所想的 他们求一个坐在左边 一个坐在右边 其实就是左称右向 其他的十二个门徒 虽然没有求 但不代表他们不想 只是他们都不敢 我们知道我们华人特别的讲关系 重人情 特别在中国大陆 如果没有关系是寸不难行 有关系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 什么事情都变得有关系 雅各和约翰用的这种方式 正是想利用他们的人脉 想获得他们的欲望 我们看第三点 耶稣教导 38节到39节 门徒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 首先耶稣要告诉他们 你们所求的 你们并不知道 的确是这样 雅各约翰并不明白 耶稣要上十字架 并且他们所求的那个国 是不存在的 因为耶稣要建立的 不是地上的国 并且门徒所求的那个权力 也是没有的 因为耶稣在这里说 他们并不晓得 自己求的到底是什么 耶稣告诉他们说 耶稣要走的路 其实是十字架的道路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喜 你们能受吗 耶稣强调这条路 不是一帆风顺的 不是那么容易走下去的 因此耶稣特别地提醒他们 你们愿意承受这样的代价吗 当然他们回答他们愿意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 耶稣到底在说什么 不管耶稣说什么 其实他们都会说他们愿意 只是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含义 但是他们为了得到 他们想要的权利 不管耶稣说什么 他们都愿意承受 并且我们看到 雅各和约翰的 他们的这个求 引起了门徒的仇恨 因着雅各和约翰利用关系 想要获得优先权 想要成为左诚右相 这件事情引起了门徒的公愤 甚至他们会觉得 雅各和约翰太过分了 竟然走后门 并且利用亲戚与长辈的关系 对于十个门徒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愤怒 其实这样的事情 今天也是经常会发生 在教会里面 在这个社会上也经常发生 为什么 因为大家的价值体系是属世的 因此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并且这样的价值体系 所带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合一 与矛盾 与冲突 耶稣就教导他们说 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 耶稣特别的强调告诉门徒 这个世界有君王治理他们 但是在你们中间 却不可以这样 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其实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用人 这是天国的概念 天国的概念跟这个世界完全的相反 不在于多少的人拥戴你 也不在于你拥有多少的金钱 而是在于你奉献多少 服侍了多少人 这才是天国的概念 天国里面我们做王 也不是一群人来服侍我们的概念 不能用地上的思想去想天上的事情 天国的概念是服侍别人的概念 所以耶稣说 人子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 并且要做多人的暑假 耶稣说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服侍人 他把天国的概念带出来 并且要做众人的暑假 为众人舍命 这就是神的国 这个对于门徒来说 他们是很难领受的 弟兄姐妹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一起学习耶稣的教训 真的耶稣所讲出来的这些教训 我们也很难接受 其实耶稣所责备的 也是针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很多的时候跟从耶稣所求的 其实我们自己都不晓得 因为我们所求的东西 神的国里是没有的 因为神的国里没有自私 如果我们所求的是这些 因此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到底在求什么 在这个时刻 让我们明白 我们到底要向神求什么 其实我们真正要求的 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 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呢 就是愿意为别人舍命 愿意为弟兄姐妹舍命 愿意走私家的道路 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 愿意对付我们自己 否定自己 把自己的生命 完全地奉献和摆上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同来安静祷告 等候神 祝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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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